主席,我想集中看看在屋邨范围裡有很多學校 這些學校都需要有車位的問題 如果根據規劃處的香港規劃標準和準則 這些社區設施的泊車設施是有一個標準的 一般的小學如果有4-6個課室應該設有一個泊車位 如果有一個標準的24課室的學校 按照推算位應該有4-6個車位 但我們接觸到的學校很多只只有2個車位 我想了解一下為什麼情況會這樣 2015-2016我們先後收到一些投訴 有來自九龍東、有來自九龍西 在不同地區的學校都有反應他們的情況就是這樣 同時間也收到通知說 會在日間給他們免費泊車 但是晚上又會拿回來 在另外的情況下放租給其他居民 在這樣的情況下 早上8點到下午6點才免費使用的車位 在模型中學校怎麼用呢 我想大家要明白 一般的學校 現在全日制的學校 你7點多鐘 你一定要回到學校 但是你那個車位 就8點鐘才可以使用的 還有現在很多學校的工作時間 都遠遠超過下午6點鐘 於是你就譬如說 如果你們的同事 假設是9點鐘上班 但給你的免費車位 10點鐘才有 那怎麼用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另外我們也收到一些學校的說法 就是他們的偏配車位 是跟他們的學校相差很遠很遠的 於是第一 遠 第二 少於規劃的數量 第三 又有一個時間的限制 令到學校在這些免費車位問題上 跟以前的情況完全不同了 我想了解一下 究竟這個情況 是不是一定是這樣 是可不可以了解到學校的實際需要 是可以改到現在這個做法呢 學校車位的問題 副署長 謝謝葉議員的關注 就住我們在屋邨裏面 學校的車位問題 其實剛才葉議員說的 那些個案 應該都是我們一些比較舊的屋邨 在當年來講 那個車位都比較緊張 我們當時就善用資源 我們就將那個車位 就做了一些所謂 日間 就給學校停泊 而夜間 我們就會是出租給 當村的居民使用的 那個安排來講 也都是因應 那個需要 和善用的資源 不過剛才也聽了葉議員的關注 因為學校的教師來講 可能他們需要用那個車位的時數 即是會比較上是 即是早上會早些 夜晚可能會晚些 其實我們也都 村的同事也都會就著一些情況 如果是那些車位 我們是可以容許到那個時間彈性些的 我們都會跟學校的老師商量一下 是否有一些車位 是可以那個時間 即是早上可以早些 夜晚可以拍攝一些 這個我們會是個別村 我們去再處理 謝謝